新北市的空军三重一村内 近期新开幕了一家酸菜白肉锅酸名食味 以拾起眷村美味为概念 让大家品尝眷村好滋味 将就眷设重新翻修 保留红砖 藤衣等元素 营造眷村风情 提供传统酸菜白肉锅及眷村风味小点 适合与朋友家人围炉享用 让酸菜汤头慢慢熬炖成温醇的香气 走进空军三重一村 打开门牌21号的眷设红色大门 就会闻到阵阵酸菜香气 汤底以鸡骨熬至浓郁高汤 采用口感脆甜的山东大白菜 以古法酿造 无添加 由白菜本身附助的酵母菌自然发酵熟成 汤头酸爽浓郁 是酸菜锅最重要的灵魂白肉 则使用吃胡萝卜长大的胡萝卜猪 将白肉低温熟成12小时 以半生熟的状态呈现 简单涮一下即可食用 肉质软嫩 肉质香甜 酸饼食味也是同锅搭配炭火 高温与导热加的特性相辅相成 吃酸菜白肉锅讲究酱料 除了一般常见的韭菜酱 豆腐乳酱 芝麻酱等 还有一款特制乌鱼籽酱 微酸白肉沾附特制酱料 浓 纯 酸 酸 爽 还带有一丝海鲜咸香 餐厅里也供应眷村风味小点 以卤味为基础 延伸出辣炒牛三鲜 将慢炖熬煮的牛腱 牛肚 牛筋 与新鲜洋葱大火爆炒 拥有丰富的香味及锅气 特制牛肉烧饼 以酥香烧饼撒上黑白芝麻 加着五香酱牛肉 涂上一层特调酱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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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